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新闻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刘英子 今天的第一条新闻是关于小鹏汽车的飞行车计划 小鹏汽车的子公司LHT计划推出其首款飞行车 定价约20万美元 并预计明年年底开始交付 公司目标是在未来两年内实现量产 并销售5000台飞行车 这标志着中国在低空经济领域的重大突破 未来市场潜力巨大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美国的就业市场 根据最新的报告 美国劳动市场依然稳定 尽管面临高通胀和利率上升等挑战 6月的就业报告预计将显示 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9万 而失业率保持在4% 经济学家认为 虽然就业增长仍然强劲 但增速将逐渐放缓 最后一条新闻是关于亚马逊创始人 贝佐斯的最新动向 根据监管文件 贝佐斯计划出售价值50亿美元的亚马逊股票 这次出售正值亚马逊股价创下历史新高 公司市值达到2万亿美元 贝佐斯在今年2月份已经出售了85亿美元的股票 这次出售后 它仍持有约8.8%的亚马逊股份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南华早报报道 小鹏LOHT 这家中国电动车制造商小鹏汽车的子公司 将首款飞行汽车的定价定在约20万美元 预计将在明年年底交付 公司计划在未来两年内实现飞行汽车的量产 目标是销售5000辆 联合创始人间首席设计师王谭 在南华早报的中国会议上表示 首辆飞行汽车将在明年交付于中国 他还提到 首先会在中国大陆销售 然后才会全球销售 可能包括中东和香港 自2021年 中国政府推出支持低空经济的政策和法规以来 这一市场一直在增长 去年市场规模已超过5000亿元人民币 预计到2030年将达到2万亿元 小鹏LOHT成立于2013年 已经开发这款飞行汽车近10年 拥有广州、深圳和上海的研究中心和测试基地 公司开发的电动垂直起降EVTOL车辆 将提供公共交通的新选择 帮助乘客避开交通拥堵 王谭表示 政府对这项技术池非常积极的态度 并支持相关法规和政策 CNN报道 美国劳动力市场在高通胀 激进加息 疫情余波和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等多重因素下 仍保持稳定 尽管如此 今天的劳动力市场 与30个月前大不相同 Wilmington Trust的首席经济学家卢克 蒂利表示 劳动力市场已经正常化 但如果从现在开始恶化 那将是令人担忧的 经济学家预计 美国6月份新增就业岗位为19万个 失业率将保持在4% 然而消费者支出放缓和工人安全感下降的迹象越来越多 ADP的首席经济学家内拉·理查森 在一场电话会议中表示 只要就业增长继续逐步降温 经济状况依然良好 ADP估计 私营部门上月新增15万个岗位 而前一个月为15.7万个 尽管劳动力市场显示出放缓迹象 但一些指标如小时工资增长和劳动参与率仍需密切关注 雅虎美国报道 6月的就业报告预计将再次显示 美国劳动力市场正在放缓 根据彭博社的共识估计 非农就业人数在5月增加了19万个 失业率保持在4% 5月 美国经济新增就业岗位为27.2万个 失业率意外上升至4% 经济学家认为 周五的数据将表明 劳动力市场正在降温 但未冷却 劳动力市场数据 本周显示出更多放缓迹象 ADP研究所的报告显示 私营部门6月新增15万的岗位 较5月的15.7万有所下降 劳工部的数据也显示 连续失业救济申请人数 已连续9周上升 尽管如此 一些指标如职位空缺数量和辞职率 仍显示出劳动力市场的韧性 联邦储备主席鲍威尔表示 劳动力市场的放缓速度符合预期 没有太快或太突然 CNN报道 威斯康星大学迈迪逊分校的学生 艾玛·克拉多 在经历了一场席卷中西部和东北部的创纪录热浪后 发现很难控制电费开支 他和室友的两居室公寓 通常每月电费约为21美元 但夏天时会飙升到100美元 这主要归因于空调的费用 克拉多表示 他宁愿在工作场所避暑 也不愿在家里开空调 专家建议 使用空调时要设置在你能接受的最高温度 每增加一度可以降低成本 此外 能源部建议使用可变成恒温器 以减少不必要的开支 长远来看 更新家中的制冷系统或提高能源效率是更好的策略 例如升级到更高 C2平级的空调 当地的公用事业公司通常会提供一些回扣计划 以帮助消费者进行这些改进 AlgeZera报道 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计划出售价值近50亿美元的亚马逊股份 这一消息在亚马逊股票飙升至历史新高后披露 此次出售的2500万股股票 是贝佐斯在今年2月出售85亿美元股票后的又一次大规模出售 贝佐斯目前持有约8.8%的亚马逊股份 亚马逊的股票价值因人工智能浪潮而激增 许多公司转向其子公司云计算公司AWS寻求计算能力和先进软件 AWS还与澳大利亚政府签订了13亿美元的合同 为其军事和情报机构建立绝密云 此外 亚马逊计划投资90亿美元在新加坡扩展云基础设施 Yahoo US报道 夫妻在不同时间退休可能会导致严重的财务问题 作者的丈夫在4月退出了全职工作 作者对他们的开支感到焦虑 根据摩根大通资产管理公司的一份报告 大多数退休夫妇的开支模式会发生显著变化 特别是在退休初期 开支的波动性很大 早期和意外的提款可能会损害长期财务回报 推迟领取社会保障金或延长工作时间 是应对开支波动的有效策略 但很少有人这样做 研究表明 只有11%的夫妇同时退休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 夫妇应在退休前进行诚实的开支讨论 并学会舒适且负责任的花钱 作者计划与其财务顾问进行会面 以解决这些问题 南华早报 中国的可载生能源生产和电力市场自由化 正在迅速扩展 为投资者、开发商和终端用户提供了新的机会 波士顿咨询集团BCG的副总监克里斯蒂安·罗米格 在南华早报主办的中国会议上表示 我们将继续看到中国电力市场的开放和自由化 这一过程正在加速 因为越来越多的间歇性 不可调度的可再生电力被揭入系统 他说 这需要更灵活和精细的定价方法来有效管理 7月15日至18日 约400名中国高级政府官员将齐聚一堂 参加中国一年一度的重大政策会议之一 第三次全体会议 制定未来十年的经济和技术发展议程 预计电力部门改革将是为期四天的会议的主要讨论话题之一 中国中央经济规划机构去年宣布的 全国统一电力市场系统的推出将成为一个关键方面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计划在2025年前建立初步结构 并在2030年前完成 这一统一的电力市场 对于中国实现到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至关重要 届时 中国预计至少80%的总能源将来自非化石燃料来源 去年 中国新增了创纪录的301级瓦太阳能 风能和水电装机容量 占全球总量的近60% 然而 由于中国分散的电力市场缺乏灵活性 目前依赖各省平衡电力供需 碳密集型的煤炭和天然气发电 仍占主导地位 罗米格表示 全国电力市场将有助于更有效的定价电力 从偏远地区向人口和电力需求中心的转移 投资者和开发商将能够直接向全国各地的终端用户 出售可在升能源项目产生的电力 以支持他们的减碳目标 金龙时报 大家好 我是来自香港的Sisi 我在长周末期间亲自前往中国内地 因为7月1日是香港从英国控制下移交的公共假期 香港和深圳之间的边境口岸的拥挤程度令人难以置信 有点混乱且非常嘈杂 总有人试图插队 当我登上返回香港的火车时 甚至感觉像是在逃离一场灾难 自去年疫情后 中国重新开放边境以来 香港人纷纷在周末前往内地 享受更便宜的食品和休闲活动 尽管香港政府推出了一系列促销活动以鼓励本地消费 包括免费博物馆入场和一些餐馆提供高达30%的折扣 但在最近的长周末 整体餐饮业务仍然低迷 官方数据显示 6月29日至7月1日期间 约有110万香港居民前往内地 而仅有27万内地人访问香港 多年来我没有去深圳探望朋友 在短暂的访问中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电动汽车的高普级绿 许多带有比亚迪标志的绿色车牌出租车随处可见 这或许并不令人惊讶 因为这家中国电动汽车冠军总部就在深圳 媒体总是在关注比亚迪的季度销售 是否超过特斯拉 这种情况曾经发生过 但特斯拉后来设法赶上了 在第二季度 比亚迪的销售额再次创下历史新高 主要是通过在中国大幅降价 以应对经济放缓 但仍略低于特斯拉 新的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关税即将生效 尽管分析师预测 这不会阻止中国进入欧洲市场的步伐 与此同时 比亚迪正继续在另一个市场 东南亚 推进其扩张 南华早报 大卫 贝克汉姆和维多利亚 贝克汉姆于1999年举行了一场奢华的婚礼 他们现在仍然像当年一样出名 尤其是在去年10月 Netflix推出贝克汉姆纪录片后 最近英国传记作家汤姆·鲍尔发布了 他的爆炸性新书贝克汉姆之家 金钱 性与权利 该传记承诺皆是贝克汉姆夫妇私生活的新丑闻 在今天7月4日 他们的25周年纪念日之前 这位前辣妹组合成员 在Instagram上分享了他们1997年 第一次在波托菲诺浪漫周末度假的怀旧照片 1997年的波托菲诺 是一次非常非常浪漫的旅行 我记得第一次和大卫在那里有多么兴奋 维多利亚在标题中写道 那48小时我们在一起的强度真的很惊人 当他们结婚时 辣妹和贝克斯 英国小报当时给他们起的绰号 都在享受他们的职业成功 维多利亚当时25岁 她的辣妹组合在前一年 获得了第8个英国单曲冠军 而24岁的大卫的足球队 在最近的赛季中赢得了所有三大英国赛事 夫妇俩在1997年 在曼联球员休息室的一场比赛后相遇 他们立即相互倾心 并开始了恋爱关系 约一年后 大卫用一枚价值8.5万美元的 三颗拉玛眼形钻石订婚戒指求婚 1999年 在迎来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布鲁克林四个月后 他们结婚了 让我们回顾一下他们那场奢华的婚礼 这场婚礼使他们成为英国名人皇室 并作为90年代的巅峰时刻 载入史册 大卫和维多利亚 贝克汉姆在哪里结婚 辣妹和贝克斯在1999年7月4日 在爱尔兰都柏林郊外的一座城堡结婚 根据其网站介绍 他们奢华的仪式场地 是一座历史悠久的226公顷的庄园 有20间卧室 高尔夫球场 高高的石墙和高大的绿树 以确保隐私 摄影师们赶来并试图偷偷拍照 街道上挤满了希望看到这对幸福夫妇的观众 夫妇俩将婚礼照片的独家版权 以100万英镑 120万美元的价格 卖给了英国杂志OK 创下了最昂贵的名人拍摄记录 据OK时任编辑马丁 汤森德称 当贝克汉姆婚礼特刊上架时 商店里发生了争抢 南华早报报道 全球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悲观情绪 可能已经不再适用 因为旨在增强信心的政策 有望为市场带来更好的前景 在一场会议上 汇丰前海证券研究主管孙斯蒂芬表示 过去几年是中国投资者最黑暗的时期 但这个故事已经开始改变 今年已有创纪录的4000亿元人民币 约合550亿美元 流入追踪主要指数的交易所交易基金 ETF 而被称为国家队的国有基金再次出击 同时对首次公开募股 IPU的规则进行收紧 改善了流动性状况 孙指出 过去的市场失败 包括今年1月的暴跌 2015年5万亿美元的崩盘 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都促使北京更加关注投资者回报 贝莱德全球投资公司股票 高级主管李罗伯特表示 全球投资者的主要批评之一是 主要股票指数 没有作为中国经济的晴雨表 因为市场在过度上市后被稀释 新的政策旨在解决这一问题 李表示希望看到这一改变 随着北京采取行动稳定和提升市场 下半年前景看好 日经亚洲报道 东京 日经平均指数周四创下历史新高 受美国人工智能热潮带动的 日本科技股反弹推动 日本基准平均指数上涨332.89点 或0.82%至40913.65点 突破了3月22日创下的 40888.43点的前高 在东京交易时段 平均指数一度达到 40971.23点 但未能达到3月22日创下的 41087.75点的盘中最高点 东京证券价格指数 Topx收于2898.47点 超过了1989年12月18日 创下的2884.80点的前高 美国基准指数 SNP500和以科技股为主的 纳斯达克指数 也在人工智能股票的带动下 创下新高 投资者预计 美联储将在9月开始降息 大和证券高级策略师 矽井秀二表示 美国股票的上涨 对AI芯片的需求增长 内存芯片制造商增加产量 以及对材料制造商的溢出效应 是推动日本股票上涨的几个因素 尽管日元疲软 对出口商有利 但对国内需求不利 矽井预计 这种情况将有所改变 他预测实际工资增长 将在7月至9月之间转正 美联社报道 曼谷 日本基准日经225指数 周四飙升至 创纪录的40913.65点 带动大多数亚洲市场走高 中国市场的股票下跌 而美国期货略有上升 全球投资者热切希望 美联储降低其维持在 20年高位的利率 以减缓增长并抑制通胀 而希望价格压力正在缓解 使这一可能性得以复苏 日经225指数 上涨0.8%至40913.65点 汽车制造商 和其他面向出口的股票买盘 推动基准指数 创下历史新高 丰田汽车公司 股票上涨2% 本田汽车公司上涨3% 日产汽车公司 上涨4.5% 计算机测试设备制造商Adventus的公司 上涨2.1% 日经225指数的盘中 历史最高点为3月22日创下的 41087.75点 其前收盘记录为3月22日创下的 40888.43点 投资者部分因日元便宜 而涌入日本市场 日元对美元汇率处于34年来的低点 日元疲软往往会推高出口商 在日本的利润 日本的日经225指数今年迄今已上涨22.4% 在亚洲其他地方 香港恒生指数从早盘的下跌中恢复 上涨0.2%至18018.72点 上海综合指数下跌0.8%至2957.57点 台湾加权指数上涨1.5% 芯片制造商和市场重量级公司台积电上涨2.7% 在澳大利亚 SNPASX200指数上涨1.2%至7831.80点 首尔的Kospi指数上涨1.1%至2824.94点 曼谷的SET指数上涨0.9% 美联社报道 日本日经225指数周四收盘创下新高 达到40913.65点 突破了3月份创下的最近一次记录 该指数上涨了0.8% 主要受到科技和出口导向型股票的强劲买盘推动 日经225指数今年迄今已上涨22.4% 这一表现部分得益于日元的贬值 日元对美元汇率达到2.5% 到了34年来的新低 弱势日元通常会提升出口商的利润 因为他们的收益再会回日本时会增加 日经225指数 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日本泡沫经济时期 曾急剧上升 但在1990年初泡沫破裂后崩盘 当时的最高记录为38915.87点 南华早报报道 华尔街的创纪录涨势 吸引了中国投资者追逐跟踪纳斯达克 和标普500指数的交易所交易基金ETF 这引发了基金管理者对投资风险的警告 深圳交易所周四上午 暂停了景顺长城基金管理公司 跟踪纳斯达克100指数的ETF交易一小时 原因是价格异常波动 此前 该基金的收盘价比净资产价值高出15% 景顺长城在声明中提醒投资者 注意二级市场上的风险溢价 盲目投资可能会带来巨大损失 此次交易暂停主要是为了保护投资者 基金市场价格可能也会受到供需关系 系统性和流动性风险的影响 中国投资者在投资海外股票市场方面面临限制 而国内的ETF成为了他们投资美国股票的便捷选择 目前 中国大陆的共同基金公司管理着 价值759亿元人民币的17支 跟踪标普500指数 或纳斯达克100指数的ETF 彭博社报道 瑞士通胀意外放缓 为已连续两次降低借贷成本的瑞士国家银行 SMB官员提供了安慰 统计局周四表示 6月份消费者价格同比上涨1.3% 低于经济学家的预期 也低于5月份的1.4% 商品成本的0.2%下降帮助了这一放缓 而服务价格上涨了2.4% 核心通胀也降至1.1% 出乎预料 瑞士法郎在数据公布后下跌0.3% 对欧元汇率降至0.9753 为一个月来的最低水平 SMB在最近两次会议上降息 启动了其宽松政策 领先于欧洲中央银行等全球同行 瑞士的基准利率目前为1.25% 经济学家预计今年还会有一次降息 但尚不清楚是在9月还是12月 政策制定者表示 第三季度的通胀将略有加快 但随后会放缓 到2026年降至1% 如果没有降息 预期会更低 瑞士的通胀率是欧洲最低之一 临近的欧元区6月份的年通胀率为2.5% 略低于5月份 根据欧盟的统一衡量标准 瑞士上个月的通胀率为1.3%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在部队中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I laugh or cry aside Noses flying high From city lights to countryside We're connected after all I laugh or cry aside Noses flying high No matter where you are You'll never fall from the bus Six degree world Where the news comes in a world Every story ties together Like a ribbon in a twerk Bug lap worked out by three Mmません Where the news comes in a pit Felด Not at night You're old